大家快看啊 赛罗和格力乔被怪兽偷袭 不仅失去了能量 还被黑化长出了可怕的尾巴 他们痛苦地在地上挣扎 根本就没有人愿意帮助他们 去上学的小赛罗刚好看到了这一幕 这不是我的赛罗爸爸和格力乔妈妈吗 你们这是怎么了 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还有这么长的怪兽尾巴 看起来真的太可怕了 爸爸妈妈你们一定要坚持住啊 我会想办法救你们的 赛文爷爷 赛文爷爷大事不妙了 赶紧去救救赛罗爸爸和格力乔妈妈吧 怎么了 小赛罗 你的爸爸妈妈不是出去打怪兽了吗 你看我现在忙得晕头转向的 我真的没有时间陪你玩啊 我还要把这里修好才行 赛文爷爷这次真的不一样啊 我刚才在学校门口 看到了爸爸妈妈躺在了地上 他们的身上还长出来了尾巴 看起来真的太可怜了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只有你能帮助他们了 你说什么啊 你的爸爸妈妈有怪兽尾巴 这也太奇怪了 他们可是光明奥特曼啊 小赛罗赶紧带我过去看看是什么情况 快走 赛文爷爷 你快看呀 就是这里 赛罗爸爸他们看起来真的好可怜 你赶紧想办法帮他们吧 哎呀 小赛罗这可太糟糕了 你的爸爸妈妈 他们身上散发出来十分强大的黑暗病毒 他们被怪兽病毒感染了 如果没有得到大家的支持 他们会消失的 小赛罗你快找你的小伙伴们来帮帮忙吧 怎么会这样啊 赛罗爸爸他们可是光之巨人 怎么会一点能量都没有了 难道大家真的抛弃了我们吗 我现在就把他们的照片发出来 希望大家可以帮助赛罗爸爸他们重新站起来 大家快看呀 黄瓜人居然趁着奥特消防队不注意的时候 开走了他们的消防车 还把后面的挖掘机一起开走了 他的身后 有大量的警车和警察在追赶他 眼看着马上就要被警察追上来了 黄瓜怪慌不择路 居然乱踩油门 撞到了路边的大石头 车辆直接就飞了出去 消防车翻滚了好几圈之后 跺到了地上 瞬间燃起了大火 黄瓜怪过了好久 才从里面跑出来 还没等他跑远 身后的警车就追赶上来 将他包围了起来 走投无路的黄瓜怪 最终使出黑暗能量飞起来 冲出了包围圈 而另一边巡逻回来的赛罗 开着消防车准备回去休息 刚好看到了蹲在路边哭泣的泽塔 于是他立刻跑上去询问情况 泽塔你怎么来 不是让你带挖掘机去工地干活的吗 你怎么来这里哭了 对了 你的消防车和工程车去哪里了 我怎么没看到 赛罗队长我也不知道 我刚才上个厕所回来 就发现工程车都不见了 我找了好久都没看到 后来接到奥特警长的电话 他告诉我车子被偷走了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哎呦喂你可真是糊涂 离开车子 怎么能不把钥匙给拿走呢 你真是太不小心了 等我把车子找回来 再好好收拾你 赛罗十分生气的 开着消防车 就出发去寻找丢失的车辆 来了来了 消防车来了 大家轻让开 它跑得快 消防车灭火 不怕不退缩 任务交给我 没一会儿就看到了旁边燃烧的工程车和消防车 于是赛罗立刻就开始喷水灭火救援 15分钟之后 大火才被扑灭 哎呦喂我们的消防车 怎么都变成这个样子了啊 是谁干的 太可恶了 赛罗队长 你来了就太好了 我们找到了这个坏蛋 可是他利用黑暗能量逃走了 我们无法抓到他 现在只能靠你了 什么情况 居然还敢使用黑暗能量来光之国干坏事 真的是吃了豹子胆了 你们别担心 这件事就交给我吧 我会把他抓住的 你打的也太大了吧 但是你这个臭赛罗亚 怎么样 我厉害吧 你就算找到我 又能怎么样 我可是无敌厉害的黄瓜人 没人能打败我 说你怕你还喘着了 你的种种行为 已经严重影响了光之国的正常秩序 我现在要带着正义把你抓起来 带你的 将是延长的 奥特军长 你这个坏蛋我已经抓住了 现在就把他交给你了 辛苦你了赛罗队长 我现在就把他带回警局去 任何人做的错事 必须受到惩罚 大家一定要注意 安全保护好自己哦 太太大了吧 不可能 他是想要是 有什么事 老大 快要保护好 那就把你壹疯了 你是不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梦